用十七成的房子堆叠出 严席山青春到晚年的生命 这是他最后的家 也是他最初的信仰 台北市市定古迹 严席山故居开幕 由副市长蔡炳坤接幕 邀请市民一同认识这位 戎马半生 却又心怀人文哲学思想的民国大员 严席山从辛亥革命 直到国民政府签台 几乎经历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 是地方军事雄才 中央政府要员 也是重要的近代历史人物 当然要感谢人很多 特别是要谢谢张日敏先生 爸爸今年94岁 他94年的一生当中 守护这里超过半十几 58年 我想真的是让我们很敬佩 中心耿耿守护这个地方 让他保存得很好 整理得很好 我想这应该是鞠躬结尾 那当然也要谢谢这个基金会这边 今天包括这个理事长 还有我的好朋友 这个王局长 我想这个能够捐出这些珍贵的史料 对这样一座博物馆 当然他就赋予很多很多的内涵 加上李社长也很用心的来出版这些史料 目前好像也没有出版的奇策 所以这些种种其实都是大家共同的努力 想想看从2004年 那么这边定为古籍到现在 其实也将近了20年的时间 这20年来相关的展览 那相关的这些守护工作一直在进行当中 尤其是我们整个修复工程 我想一眼最了解 因为他都是这个对我们的预算都清清楚楚 我们分两期 第一期先把这个摇动 这个山西窑洞 这个总能洞这边 2014年完成 那完成之后当然就有一些相关的展览 那这边红砖屋 那这一次二起工程 也终于修复完成 前前后后其实也花了相当久的时间 那修复这些古籍是要修旧已旧 所以跟一般的建筑当然不能 那个时间上会稍微拉得比较长一点 那资政投入的经费 大概大概三千万左右 我想这些都是值得的 就诚如刚才思议跟我们讲的 严玺山先生的一生 真的是荣马一生 跨越了很重要的 这个包括重新和革命 到抗战 到政府前台 而且他都是承担最重要的领导的工作 从山西省长 我们说山西网 山西省长 到国王部长 到行政院长 各位想想看 这样一个人物 他累积了多少 他等于是我们整个从清到抗日到民国 这样一路走来的见证者 所以他的史料绝对是最珍贵的 那尤其是他最让大家静静乐道的 比如说他的人生哲学 就是中 这个字的人生哲学 不偏不以为之中 那情理坚固 有时候想一想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要么就是蓝绿 要么就是统独 我觉得那种 会对整个社会会造成一种 一种一种失业 事实上 建古之今 今天如果 袁锡山先生还在的话 我想那样的一个中置的人生哲学 对我们这个社会 我相信会带来一股情流 所以我们在这边 不只是说 能够来这样一个古迹的修屋完成 更重要的 也会成为我们这个地方 屋威墙国务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从这边串联 包括很多附近 相关的中三楼 还有包括像这个 整个阳明山 整个很多的这些 文献的一些质量 串联在一起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它建立起 一个更好的 可以导览的一个地方 1951年建成的 袁锡山雇居 是承担任行政院长 袁锡山先生与其旧部所建造 仿山西窑洞的石造屋 可作为仿空洞使用 去中西日三式建筑特长来打造 处处融合了他在经历各个时局变动下的 个人哲学私校 2004年公告指定为直辖市定古迹 前面这边大概是一个窗廊 那窗廊进来这边是以前 袁锡山的主卧房 那可以看到这个主卧房 这个石器的部分 有一点类似一个一个 这个洞穴的感觉 那东南下凉 来到这里可以看到 这个是它的一个床主跟床柜 那下面这现在床板 现在已经之前就不见了 所以现在等于是保留 它上面这个床柜跟床架的部分 原貌修复 然后你要管理维护 然后你要注意活化在地 等别三角形 你才能够把一个历史建筑也好 古迹 这样子有文化资产身份的 这样子就要保存下来 而且发挥作用 严先生故居 现在在台北市政府 我觉得他们文化局做得很好 严锡山先生昔日部署张日明先生 对长官雇居六十余年来的习行守护 并由严伯川先生纪念会联系促成 即严锡山先生后代家属 将雇居捐赠市府 让古迹能有更完善的文化资产 保存及活化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